排毒聽說可以身體大草除 但是有人排毒 越排越毒 你好毒 我好毒 到底哪裡 哪些才是毒呢 今天我們趕快來看看 大家到底對於排毒這件事情 你了解了多少 你了解的是不是正確的 來 WISH 排毒的常見迷思 首先第一個 流汗有助於排毒嗎 有吧 汗也可以帶走一些 壞東西吧 唐玲 我覺得 不然妳那麼努力運動 要做什麼對不對 我覺得我比較注重心毒 就是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心情很差 然後很鬱悶 我去流一流汗 我就整個開闊了 或者是我可能覺得 我關節緊緊的 然後全身不舒暢 我運動流汗我就爽快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排毒 現在我們問問看 運動營養師 好 那流汗的原則上 汗裡面所含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電解質居多 尤其是鈉 那我們在運動的時候是 為了要把我們的溫度 做一個散熱的動作 所以會有排水 排汗這個過程 但這個在流汗的時候 我們的心血管 它的那個代謝循環也比較好 所以也可以增加我們的一些 心肺能力 或者是我們的循環把它加快 那比較水準也可以比較燒 那政治就是說 在運動的過程中 心情比較遠 會有腦內飛等等之類的分明 所以我覺得 運動流汗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是不是透過 用排毒這個基準的話 我們這邊會比較傾向於說 把它看得比較保守一點 西醫流派認為 流汗跟毒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中醫就贊同 我們問一下吳醫師你的看法 為什麼跟我們是差不多的 中醫講說 病邪要有個出路 那出路 剛剛我們剛剛說的尿尿 排汗這些 譬如說我們在COVID的時候 我們發高燒 你會發現西醫 不管是西醫 中醫都會給什麼 把毛孔打開 讓它流汗 然後要灌水灌水 要把我們身體裡面 就因為這個病毒 引起的這個感染 那這也有一個毒 不然我們就死翹翹 或者是發燒發到不行 腦膜炎什麼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是以這個觀點來講 但是如果你沒有病害 然後你自己隨便給它什麼 排汗 然後譬如說這個排到 散溫暖 很多人喜歡去烤箱烤一烤 讓自己流汗 就說這個是有助排毒 這樣子不對這樣子 排到也沒喝水 排到那個甚至於是 乾掉 乾掉 變脫水 甚至我們碰過 那個傳統上面 我們還碰過老人家 大概七十八歲或是八十出 然後家裡人在發燒的時候 不用收醫院 用什麼 用我們的一般的退燒藥 給他吃 老人家 所以他就過度的 危險 這個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醫生的排毒 跟大家一般自己在家排毒 這個絕對是不一樣的 聽起來 對於流汗有沒有排毒 西醫生明確的覺得沒有 中醫說要看狀況 然後這個部分 好 真的想要有毒要排的話 不要以為自己運動流汗就會好啦 然後再來咧 身體或是臉上長痘痘 是在排毒嗎 這個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過就是有毒發出來 對啊 除非你要把痘痘戳爆 一樣就是一樣毒發 才是排毒 對啊 只是毒發而已 我跟妳贊成 我們倆真的很類似 嘉義 真的耶 妳長痘痘怎麼可能排毒 一定是有毒才會長痘痘 對 藤老師妳不覺得嗎 不是 因為我們的皮膚 其實是一個保護我們的 它是一個 就是蓋在外面 保護我們的身體的 但是妳如果在這長痘痘 通常妳是因為妳的 這些皮脂腺等等是阻塞的 我覺得那是跟妳的 當然有一些在青春期荷爾蒙 也是會跟妳的飲食上是有關係 但是長痘痘跟排毒 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吳醫師他剛剛長 轉一個中間 真的 妳都看到了 妳什麼意思 他在中立 皮膚當然他跟我們的中醫講 肺主皮毛 甚至我們還講 這個臉 這個妳長痘痘的位置 比如長在這個 鼻頭 妳可能是 妳的毒是來自於妳 吃這東西了 吃得太燥熱 吃得太花生 都可以有反應嗎 所以就是長痘痘 其實就是排毒的一種 但是問題是不可以覺得 妳長痘痘就是在排毒 我們曾經碰過病人 他在家裡 小朋友 這個異位性皮不炎 然後帶去看 不知道看 就炒藥吃 妳知道炒藥給他吃了以後 他全身每個毛孔都 都凸出來 看起來很像痘痘 然後越來越大 到後來像水泡 小朋友抓 甚至還高燒發出來 所以妳確定他是排毒嗎 他是過敏 所以他來看的時候 我說拜託 妳這是一個 還是中毒 不是排毒 才是中毒 所以說妳不要以為長痘 就是在排毒 妳要看方向看痘痘 靠妳的那個反應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小朋友的命就要撿回來 好啦 還是有別種可能 真的 沒想到 不要以為說 這樣子就是在排毒了 可能會錯過 最佳的就醫時機 還有什麼排毒的迷思 拉肚子也算是排毒的 一種方式嗎 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這樣子的說法 就是說妳身上的老廢物 把它排出去 但是不是說就是 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這樣子囉 我看到也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又其中之一 吃錯東西自己排的 就排毒 那如果你故意要 把它拉肚子 覺得它是排毒 那就相反 你們曾經碰過病人這樣 他要減肥 他說吃地瓜 他會減肥 然後又吃拉肚子的藥 番茄葉或什麼的這樣 我說妳吃了三個月的地瓜 然後妳又拉肚子 拉了三個月 他說 對 我這拉肚子 應該要排毒 應該要減肥 結果我 那我三個月 我既然胖了六公斤 我說妳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它 三餐吃地瓜 地瓜吃很大 這麼 三餐都很不均衡 地瓜是好食物 那妳要九點以前吃吧 身體的代謝比較好 所以妳吃的東西裡面 讓妳的腸胃這個環境 妳的好菌都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妳又把它弄得這樣 而且我跟妳講 它除了拉肚子以後 妳的腸子拉光光 妳的腸胃會磨 甚至於會受傷 妳會發現三天 拉肚子一天 然後三天都上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 一直拉肚子 真的就是過猶不及都不好 是啊 我只贊成就是在 照大腸鏡之前 就是醫生會叫我們 喝那個蟹藥清腸 因為那個是為了想要 照大腸鏡看得乾淨 所以我們可能要喝那個蟹藥 把腸子清乾淨 但是清腸 要看得清清楚楚 那個跟排毒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一定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拉肚子就是在排毒 我們曾經遇到一個女生 她就是要結婚 要拍那個禮服照 她怕那個不好看 所以她就去吃了一些這些 坊間的 對 坊間的這些 可以卸得很厲害的 然後她卸得很厲害之後 她就跑去找那個 她的那個開藥給她的人 結果那個人就跟她講說 結果她又回去又繼續吃 結果到最後 對 到最後她變成 因為拉得太嚴重了 然後後來呢 就是沒有及時就醫 然後造成了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拉肚子就在排毒 其實妳拉肚子超過了三天 妳要趕快去看 好可怕喔 對啊 排毒原來這兩個字 有時候可能會變成一個 一個誤導 妳搞不清楚狀況的話 妳以為妳在排毒 結果延誤就醫 所以真的還是要告訴大家 還是要有個限度 妳自己覺得不對的話 真的趕快去看醫生 不要拖太久 不要拖過三天 對不對 我們醫生都講 一兩天不舒服趕快過去了 連拉三天都很不正常 兩天我就覺得不舒服 拉三天如果是水瀉 然後這個又是老人家 或者小孩子 它其實已經有生病的危險 對 那如果說核併發燒 就要趕快去醫院了 或者是說排毒來變 有一些顏色也要趕快去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 大家要知道的呢 排毒可以幫助治療癌症 甚至防治癌症嗎 這個一定要問我們的 阿姨有代表 漂亮的阿姨有代表 怎麼樣我要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妳的答案 我才知道 這個我是覺得 我不太相信 治癌就是要去找醫生 主流正規的治療 那防癌我們就是要有個 健康的生活態度跟生活方式 不要一直常常把那個 不健康的東西 就是一直往身體裡面灌 那至於排毒跟治癌防癌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兩回事 其實那個我們知道化療的藥 其實都是比較 那個對人體的傷害也是大的 所以才會頭髮掉光 對 那其實就是要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是不對的 排毒可以幫助治癌 其實這個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如果說癌細胞它生成 我們現在講說是 基因的那一類就算了 那一種是後天的 那現在其實比較多是後天 那後天自己的身體 在製造新的細胞的時候 有出錯 然後讓癌細胞有產生 可是每個人其實多多少少 都會有一些 只是自己的免疫系統 免疫能力 所以每天都一定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只是說 並沒有聚集到一個 足以危害人體 那其實就沒事 那我們是如何說 用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正常化 是可以揪出這些癌細胞 並且把它沒有聚集成 會危害到我們身體之前 就把它處理掉 我覺得這比較是重要的 而不是想像一直在覺得 哪邊有毒所以它會變癌細胞 這個方向有點不太一樣 對 對 因為 癌細胞有的時候是細菌 有的時候是病毒 對 那強化自己的 強化自己的環境 對 還有外面的暴露的這個環境 所以強化自己其實是很重要 免疫力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這是很重要的 對 好 那怎麼樣提升我們自己的免疫力呢 這個也是 大家對於排毒 會有的一些問題喔 要配合肝臟的排毒 在11點前一定要睡覺嗎 我聽過這個說法啦 這個肯定沒有錯了吧 勇敢的我舉個圈 還是有錯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 我是聽說這樣子嗎 11點鐘開始乾工作 對 就是健康的生活 一定是吃得好 然後拉得好 睡得好 心情好 還有運動 睡覺很重要 像我以前 11點前上床睡覺 對 那個時候不是正 就是不能熬夜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睡覺我們就可以讓身體 趕快就是自我療癒之類的 對啊 我們有一個盟友吳醫師 對 因為它是一個 我們中醫的一個主要的一個 系統的一個想法 也就是說 在11點的時候走的是膽經 那一點 止時 那個時候是走的是肝經 那為什麼兩個一起講 因為它 在中醫來講 它是肝的跟我們的內分泌 跟我們的思考這些都有關係 你要讓它休息 它才可以為你後面 可以什麼 好好的解讀 甚至於我們在臨床看到說 你老是反過來睡 有睡 都睡快天亮的時候 那這些病人你就會發現 雖然有睡 他也有睡個五 六個鐘頭 可是慢一百 他就覺得肝火還是旺的 那長久下來你就發現 有人去剛剛去騙的時候 就發現有的有這種 西醫型肝炎 它其實牽涉到的比較多一點 對啊 那所以意思就是 吳醫師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啊 我們11點前睡的話 我們就會配合肝排毒 那為什麼兩位西醫的 看法是不一樣的呢 對啊 為什麼 其實像我們這邊來求 應該也不是說求診 應該在看營養諮詢門診的朋友 很多都是輪班工作者 他有時候就是要輪大業的時間 或者是他配合的工作時段 他就是整個作息 會跟人家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必須要 先充足他的睡眠品質 有沒有辦法他在該睡的時候 他的睡眠環境 睡眠品質去營造出來 像晚上的樣子 讓他去睡覺的時候 真的是要有好好的睡 所以如果是要應定那個時間的話 可能會對這些睡眠工作者 就是輪班工作者會很困難 可是你這樣講 他還是要正常在那個時間休息 要符合生物時鐘 對 只要生物時鐘符合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我們知道我們肝臟 會變成惡性的 通常都是什麼呢 病毒 譬如說C型肝炎 那B型肝炎 那再來呢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酒精 也是這個毒嘛 那所以呢 其實你要避掉這個有毒物質 那其實睡眠呢 我還是建議要符合生物時鐘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真的就是 他要做這個輪班的工作 那你只要符合這個生物時鐘 然後睡到足夠的時間 其實這也是可以的 足夠的時間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嗎 還是會有個標準 其實大概要六到八個小時啦 我們原則上都會建議到 差不多在這個範圍 但是睡眠品質好最重要 所以有的人可能要 睡眠品質沒那麼好 他可能要稍微長一點 好的人可能六個小時就夠了